大家看到中国的汽车市场呢 有很多品牌在交进 是不是觉得很羡慕 在这边呢 要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了 就是呢 又有一个中国品牌要进来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大家很快就会看到它 之前官方也宣布了在本地的计划 那个品牌是什么品牌呢 就是GAC 也就是广汽传奇 今天呢 要跟大家聊一聊广汽传奇 因为呢 他们的新车即将在马来西亚发布 那么这个品牌会有什么看点呢 然后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说到广汽传奇这个品牌呢 大家可能觉得技术稀有陌生 你可能听过这个品牌 但是实际上它有什么车子 你可能一下子又讲不出来 实际上这个品牌呢 是在中国还蛮出名的一个品牌 旗下的车款有很多 有混合动力 有自然进气 然后还有纯电动 重点是他们的纯电动车款 也卖得非常的好 可是这一次进军马来西亚的 暂时只有这一个内燃机的车款 其实早在2021年的年尾 到2022年的年初呢 这个GSE就在马来西亚发布了一款车 这款车就是GS3 SUV 定位是B segment 然后它配备的是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这个CVT的变速箱 那个时候呢 我们也为大家带来过这个新车介绍 大家想看一下 回顾一下这辆车 可以点击上面的小白点 在那时候呢 GS3有表示马来西亚是他们的第一个优驾市场 至于为什么他们会选择马来西亚首发 他们的优驾新车呢 其实跟很多中国品牌都一样啦 意思就是 因为马来西亚很多会讲华语的人 对于他们的业务扩展是有帮助的 而在最近呢 我们也获得了这个GS4的邀请 前往中国去试驾他们的新车 关于这些新车的试驾影片呢 在这个原厂的保密协议到期之后呢 就会一一的上传到我们的YouTube 所以大家在这边记得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有新video我们会第一时间送上 我刚才就有讲到了 之前那个GS3呢 是他们在Testwater试水纹的车 那么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认真 就是在今年早前呢 GAC就跟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合作伙伴 也就是Warri Sun Danjong呢 签署了合作意向 他们会投资8000万马币 在本地建设CKD的工厂 我相信讲到Warri Sun Danjong呢 大家就会听到啊 又是Danjong 但是实际上Warri Sun Danjong 跟这个Nissan的总代理呢 Adelan Danjong Motor 其实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另外一家公司 接下来呢 就要讲了 他们会来到马来西亚的第二款车型 同样的也是GS3 不过它是大改款的车型 GS3引速 关于这个GS3引速呢 其实之前我们有做过影片啊 现在再跟大家回顾一下 引速呢 也是一款V segment的SUV车型 只是它在外观设计部分呢 变得更为激进 而内装的部分也更为科技化 其实呢 我们在中国已经体验过这款车了 在这里先跟大家卖个关子 不过我必须说 这一款车绝对是一款值得期待的车子 它有很多细节重点值得一提 首先就是这辆车的配备 非常的丰富 就跟一般的中国车一样 你想到的功能它都有 而且重点是呢 在这个主机方面呢 它还支援了Androdo跟Apple CarPlay 所以对于马来西亚市场来说 是非常友好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引擎部分 其实在今年早前的这个合作发布会上面呢 原厂就表示 未来GX3引速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呢 就会匹配这个1.5公升的4缸TGDI引擎 还有匹配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听到这个引擎选项 你会不会想到另外一款V segment的SUV X50呢 它们的动力配置真的是非常的接近 而且最大马力表现几乎也差不多 在GX3引速的部分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同样是174HP 但是峰值扭率比较高 达到了270牛顿米 官方表示这辆车的0到100加速 大概是7.6秒到7.9秒左右 如果这个数据是真的实测做得到的话 这款车的性能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优秀 而且我必须也跟大家讲 这辆车其实是主打一个年轻人的市场 而且呢也是他们第一款CKD的先锋 大家很快就会看到这辆车 如果喜欢这款车的话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下你的看法 至于第二款车型呢 原厂暂时没有公布会引进什么车啦 但是呢我们根据之前原厂的一些动作呢 可以知道 它引进的车款会是一辆C Segment的SUV 它叫做引库 英文叫做N库 为什么我们会讲第二款会引进这款车型呢 这个是因为之前中国有一个网红 就是开着这个引库从中国一直来到马来西亚 而且呢 它还开着这个引库去到这个GAC的展示厅做亮相 如果讲这款车不会来马来西亚的话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飞那么大的动作 对不对 OK 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引库的细节 引库因为它的定位比这个GX3引数更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外观设计是更为夸张的 不过我必须跟大家讲 我在中国看到这款车的外观设计的时候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的 我喜欢这个引库多过引数 我觉得它的外观设计非常的抓人眼球 而且很耐看 重点是科技感也很足 尤其是在它的内装设计部分 不仅仅是它的内装高质感 而且很多设计元素是别出心裁的 尤其是它这个冷气出风口的设计 我真的觉得很特别 它也是目前少数几个 我觉得它比较少其它海外品牌设计元素的中国汽车公司 所以这点真的要给赞 至于在引擎配置的部分呢 这个引库在中国有三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1.5公升的4缸TGDI引擎 2.0公升的4缸TGDI引擎 还有这个2.0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而且据说啦 据说哈 这款车的混合动力引擎 其实是来自Toyota的技术资源 因为我们在一些GSE的测款 例如说GS8上面 可以看到它们的主打卖点 就是资源的THS Toyota Hybrid System 所以我们相信这款车 应该也是有Toyota的技术资源 而且我在中国也有开到这款车 表现是真的不错一下 所以这款车什么时候会来呢 就暂时还没有消息啦 所以我们还是等待GSE进一步的公布吧 影片讲到这边呢 我相信很多人会问我另外一款车 就是引爆会不会来马来西亚市场 其实在我在之前拍摄这个引爆的影片的时候 我就有讲过啦 引爆这款车原厂是有考虑要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 只是应该不会这么快 因为其实我们看这个中国汽车品牌的更新速度 引爆这款车其实已经推出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呢 其实这款车在中国已经到了应该大概款的时候 我们当然有询问原厂关于这一点的信息啦 原厂表示引爆会是高机率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车款之一 耶 傻话引爆要来哦 不过呢 这一代的引爆是不会来马来西亚市场的 所以最有可能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会是下一代引爆 所以我们预计这个可能会在2024年年尾还是2025年才会看到这款车 但是喜欢引爆的朋友可以从现在开始存钱的 我相信原厂既然会这样子讲的话 他们对这款车应该是已经有着完整的计划了 不过据说啦 就算引进的话啦 也不会有那个2.0公升的版本 所以大家的这个平民GTR梦 可能就没有办法实现啦 影片的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品牌的看法 其实在我去中国之前呢我就有研究一下GSE 也就是这个广汽传奇的背景 其实他们在中国呢算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所以背后是有政府做靠山 因此他们的研发资源投入非常的多 对比起其他的中国品牌呢 我觉得广汽传奇的进步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目前呢他们在一些东南亚市场 例如说菲律宾呢应运的非常的好 因此我觉得这个品牌可能会给到消费者信心 而且重点是之后的策略就要看这个Wari-san Tanjong怎么做 关于这一点呢 我有对这个原厂的高层进行一些询问啊 或者是跟他们反馈一些意见 他们表示目前马来西亚消费者对于中国品牌的担忧 例如讲零件啊售后服务等等 会是他们重点的关注对象 所以他们不会让一些情况发生 那么原厂做不做得到呢 等品牌发布就会知道了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啊 你对这个GSE广汽传奇有没有信心 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顺便再提醒大家一下 关于广汽传奇新车的试驾影片很快就要来了 所以大家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